之前有网友私信火力军想让做一期坦克的爆反装甲视频 而近期以色列最先进的梅卡瓦坦克被哈马斯无人机投下的反坦克弹药击毁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主动防御系统的先进主战坦克被无人机击毁的公开案例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爆反装甲和坦克防御无人机的手段 爆反装甲也是防御无人机的一种手段 只要装甲够后无人机弹药炸不穿就成 目前世界上知名的爆反装甲有苏联的接触系列 在90年代美军的测试中 披挂接触5装甲的T72BM挡住了M829穿甲弹500米出的攻击 这是目前唯一可信的美军弹药对苏联爆反装甲的测试 但其后发展的乌克兰利刃爆反装甲 要比苏联接触系列和俄罗斯化石爆炸反应装甲还要强 1982年黎巴嫩战争 M60等老式坦克上的甲克山爆反装甲大放异彩 不仅成功地抵御了RPG-7火箭筒的打击 而且是装甲部队在反坦克导弹的打击下损失率锐减 而它的成功也极大推进了苏联在爆反装甲领域的研发工作 1983年苏联钢铁科学研究院在T80B主战坦克上 成功搞出了接触仪爆反装甲 其防护能力据测算 仅单层的接触仪便能使破甲弹的威力降低50% 从而提供400毫米的防护能力 当时苏联驻东德部队的T64B T80坦克 本身就有600毫米的防破甲能力 在安装接触以后 防破甲能力直接激增至1000毫米 甚至1200毫米 到了1985年 苏联第二代接触5爆反装甲研制成功 并装备到了最新型的T80U主战坦克上 目前接触5已有若干变形 设计也日趋合理 其防护能力在刚才提到的测试中 也得到了美军的验证 被称为穿甲弹克星 尽管苏联的接触系列爆反装甲 为坦克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防护 但它并非无懈可击 首先 爆反装甲发挥最优效果的条件 是倾斜30度左右放置 角度若是变小 防护能力则会锐减 这样就存在适用性问题 而且若是在起伏路段行驶 其防护效果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其次是爆反装甲 难以对付标枪等垂直弓顶类反坦克武器 像俄乌战争中 俄军许多坦克都是被乌军采用这样的方法干掉的 最后爆反装甲不能覆盖坦克正面百分百的范围 对车体侧面覆盖更少 像车臣战争中 有不少披挂接触1接触5的T系列坦克 都是被从爆反装甲的缝隙中射穿的 而到了研制第三代爆炸反应装甲时 苏联选择了两个基本的技术路线 其一是沿用接触5的重型面板 双抛板设计 形成多层反应装甲的三明治构型 以进一步提高反应装甲 防穿抗破能力 其二是试图利用类似于破甲弹的聚能射流作用 研制出新型爆反装甲 对于这两个技术路线 苏联都进行了一定的原理试验 但可惜解体的太快 所有研发无疾而终 后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分别继承了这两条技术路线 同时开始开发属于自己的下一代爆反装甲技术 两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 做了大量的技术交流和测试 最终形成了第三代化石爆反装甲 和乌克兰历任爆反装甲 俄罗斯的化石爆反装甲 其结构较为传统 运用也最为广泛 尽管目前相关技术细节还未得到解密 但结合宣传材料和一些俄乌冲突的照片来看 我们还是能有一些了解的 从结构和防护原理上说 目前的化石可以被认为是苏联多层重型爆反技术的继承者 其防穿抗破的技术原理和接触武有一定的继承性 只是原有的一层爆反装甲被增加为两层 在具备对抗串联破甲战斗部能力的同时 提高了对抗稳定脱壳穿甲弹弹心的性能 而从一些战场流出的图片来看 俄军还精心设计了爆反装甲的安装模块和外形 进一步提高了化石装甲 对坦克的防护面积 被击中后的抗毁性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比如在坦克炮塔顶部 化石就采用了类似于接触1的小型方合的设计 炮塔航向角的防护则采用了类似接触5的 狠形状外形设计 只不过排列更为紧密 对炮塔的防护面积几乎密不透风 但最为特殊的 还在炮塔侧后方和车体的侧面 俄方研发了专用的箱式和软布包外形 用以挂载化石模块 总的来说 化石爆反装甲 由于通用性好 安装方便 已经从单一的反应装甲型号 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反应装甲家族 而相比还在使用传统构型 只是单纯增加层数的化石爆反装甲 由乌克兰研发的利刃 其理论性能实实在在超越了很多 乌克兰的利刃是一款新原理爆反装甲 基本原理是利用类似于破甲战斗部的 聚能装药引爆 对莱西弹药进行物理切断 为此 利刃爆反装甲的外形 是在重型背板上 胶住一层一层的炸药模块 外形有些类似于破甲战斗部的空心药罩 在破甲弹射流或穿甲弹弹心 击中这些炸药模块 并引爆反应装药后 这些反应装药会像破甲弹的战斗部一样 形成镜像的射流 从而切断来袭穿甲弹弹心 或是破坏破甲弹的来袭射流路径 从而达到保护坦克的目的 毫无疑问 相比单纯靠多层抛板反向运动 来切断穿甲弹弹心 或是干扰破甲弹射流路径的 接触和化石系列 乌克兰的利刃系列的 聚能爆反装甲技术 更为先进 性能更好 如果进行多层布置 利刃还可将坦克机甲 对于穿甲弹的防护 等效提高90%左右 如在沙特和乌克兰的试验中 仅双层巨能爆反装甲 就成功切断了120毫米 OFL120F1 和125毫米 3BM42 这两种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防护性能可见非比一般 此外 相比需要进行拆卸的俄军化石 乌军的利刃 甚至可以在坦克制造时 就直接和坦克原有的机甲 进行整体铸造焊接 后续由车组人员 安装巨能装药模块即可使用 在勤务性能和防护面积上 都能达到极高的水平 被击中之后 发生训爆的面积也更小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乌克兰利刃的综合技战术性能 都完胜俄罗斯的化石 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 坦克要如何主动防御无人机 利用无人机打坦克的战术 最早出现在伊拉克战场上 但真正发扬光大的 还是在当下的俄乌战场 比如乌军利用小型以及微型无人机 挂载各种小型反坦克弹药 从空中投掷攻击俄军坦克装甲车辆 或是挂载高爆杀伤弹药 对俄军有生目标实施攻击 此前 乌军更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将美方提供的155毫米极数炮弹拆开 将其中的子弹药取出 作为无人机挂载弹药使用 之后乌军还将FPV微型穿越无人机 灵活运用于战场 凭借其更快的速度和隐秘性 不仅从各个方位各种角度 攻击了俄军坦克装甲车辆 还深入俄军基地和俄本土腹地实施打击 对俄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与传统的反坦克武器相比 无人机具有信号特征弱 飞行控制灵活 造价低廉 挂载武器多样化等优势 尤其是其低廉的造价 使其能够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 形成数量巨大且难以防御的风群攻击 无论是打击落单的车辆 还是集群车辆 效果都很好 坦克之所以难以防御无人机 主要原因还是其对周边战场的 态势感知能力太弱了 对空态势感知更是弱的几乎没有 我们知道 坦克对外态势感知的主要手段 是通过其装备的各类光学观瞄设备实现的 其中炮掌所使用的光学观瞄设备 基本上都为固定式 视线与火炮伸管中轴线是平行的 驾驶员使用的光学观瞄设备 则主要用于前进道路情况的观察 并不参与对敌方目标的发现识别 即便如今 车长的光学观瞄设备 随着坦克装甲车辆技术的发展 具备了独立周向观瞄能力 其位置也处于炮塔的最高点 视野最好 但在战时 车组成员一般也是将其用于 观察水平方向上的滴情 对空侦察能力并没有大幅提升 所以 即使无人机飞临坦克上空 准备垂直头弹 车组成员也是很难发现的 其次就是坦克目前 对无人机好像没有 十分有效的拦截防御手段 从二战至今 坦克的对空拦截防御能力 一直是天生的缺陷 唯一堪用有效的对空拦截手段 还是安装在炮塔顶部的 大口径或者中口径高射机枪 但在各种远程高精度反坦克弹药面前 这跟烧火棍有什么区别 耐烧吗 所以即便是车组成员 发现头顶有敌方的无人机 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将其击落 而且受限于空间和机枪结构 还做不到90度仰角射击天顶目标 这才有了哈马斯击毁 梅卡瓦坦克事件的发生 那么我们该如何防御呢 知道了以上无人机攻击特点 和坦克防御弱点 我们对症下药即可 首先坦克对空感知能力弱 我们就在坦克装甲车辆上 安装具备对微小型无人机 全方位全空域探测的系统 目前 某些国家在新一代坦克装甲车辆的设计上 已经开始采用具有周向和抚养观测能力的 新一代云台式高性能光电观瞄系统 比如以色列自身的巴拉克坦克 就采用了一具COAPS 高性能云台式光电观瞄系统 与传统的车长独立周式观瞄系统相比 前者不仅可以实现水平周向旋转 还具有抚养观瞄能力 极大提升了对空探测性能 其次在拦截手段上 高度自主化的遥控武器站 将是新一代坦克装甲车辆 防御无人机的主要手段 以硬杀伤的形式予以拦截 目前各国所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 大部分都是以电磁干扰或是电磁脉冲等软杀伤形式 来使无人机失去控制 但是像电磁这种软杀伤手段 属于伤敌一千 自损一千 敌方无人机歇菜 己方无人机和电子设备也好不到哪去 更何况 若是敌人无人机的信息传输和控制链路 拥有更为成熟的调频技术 那不妥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所以只有硬杀伤才是坦克防御无人机的最佳手段 各国其实可以借鉴军舰上的禁防炮 为新一代坦克装甲车辆 安装高度自主化的遥控武器站 其配备的武器也可以多样化 包括大中口径机枪 小口径自动炮便携式防空导弹 甚至是科幻的高能激光武器等 这类遥控武器站启动后 就可以自主探测识别 跟踪锁定敌方无人机 并自主拦截予以摧毁 当然 如果不想费太多事 学习俄军在坦克炮塔上 搭建大面积的金属格杉网格装甲 或是为其做一个巨大的金属龙 将炮塔以及大部分车体都包在其中 也是可以的 虽然丑是丑了点 但至少还是有点作用的 好了 关于爆反装甲和坦克 如何防御无人机 不知道火力军说清楚了没有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